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带你看一部女主是史莱姆的七月星番 转身闲者的异世界生活 获得第二职业并成为世界最强 故事讲述男主卓耶御师 是个在黑星企业上班的社畜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被传到了异世界 这边冒险者工会里 众人正讨论着会喷火的史莱姆 冒险者盖尔说是自己真的看见了 其他人还不相信呢 这时训兽师男主带着史莱姆来到了前台 接着让史莱姆突出了今天的战利品 这些量够工会用个两年了 不过工会长阿基斯还是决定全部买下来 这是一个冒险者冲进来 说是森林里发现的上万只魔物 男主立马让森林里的史莱姆进行侦查 史莱姆发现魔物们都往男主所在的城镇走去了 很快的工会长就聚集了所有冒险者 但并不是要他们进行防守 而是要冒险者们尽快逃离这里 但显然冒险者们都是顶着爱好和平在工作的 反对工会长抛下居民不管的行为 大家都想保护城镇 但现在就属于是敌众我寡的情况 会长的想法是能活一个是一个 惊人的是冒险者们竟然还被说服了 好在男主出面说是有主意 冒险者们还在质疑男主这个训兽师 下一秒男主从史莱姆嘴里拿出了龙骨 说是他有一个非常牛逼的技能 能用这个龙骨重现一次龙火 显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相信男主 以为男主吹牛呢 这时冒险者盖尔站了出来 说是不知为何他就是想相信男主 可能他是想再看一次史莱姆喷火吧 好了不管怎样冒险者们很快就行动了起来 男主让自己的普莱德郎先去回收史莱姆 因为接下来男主要开挂了 只见男主收回了龙骨 紧接着开启了控制面板 寻找可以大范围攻击又无法伤及成阵的魔法 这时男主的精灵小助手特莱雅德给男主发来消息 说是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斗篷男 手里还提着一块奇怪的石头 男主估计是用来召唤魔物的 于是乎男主决定先下手为强 在史莱姆身上使用传送魔法 把技能传过去以实现远程攻击 男主成功解除了石头的诅咒 本来是想把斗篷男抓过来问情报 但斗篷男忠诚无比直接就自杀了 城门前冒险者们正奋力防守 男主让普莱德郎和史莱姆前去帮忙 这波冒险者们终于是见到了会喷火的史莱姆 这边男主是没找到既能攻击也能防守的魔法 但是他想到了替代方案 他先是让在后方偷窥的前台去传达他的指示 让冒险者们全部进城 然后再召集史莱姆们包围住整个城镇 好了男主的表演开始了 男主先是对城镇展开了结界 看到了吧这就是训兽师的强大 然而这一发末日夜火并没有把魔物们全部消灭 有一些命运的活了下来 原本一发末日夜火就已经让男主透支了部分生命值 但不管前台小姐怎么说 男主仍然想再发射一次 最后呢男主拯救了城镇 但自己也倒下了 这样的抱肝实在是久违了 让男主不禁想起了转生前的社畜生活 男主呢是个做好事不留名的好孩子 拯救完成镇还没等市民们感谢人就跑了 好了这边先进一段男主的回忆沙 但你了解男主的开挂旅程 这天加班中的男主突然就被传送到了异世界 眼前显示的是男主的生命值和魔力值 职业是训兽师 很快啊男主就驯服了一只史莱姆 但还没等男主来得及反应史莱姆就跳走了 男主跟着史莱姆来到一间小墓 里面放着满满关于魔法的书籍 厉害的是男主只是看了一眼就学会了书中的技能 下一秒一大群史莱姆围住了男主 男主只能一一将其驯服 接着更厉害的来了 史莱姆们翻开了书籍 男主瞬间学会了一大波技能 直接就多了个闲者称号 好了如果有一天你被传送到异世界 又刚好拿到训兽师的职业 你知道该怎么开挂了吧 这边男主来到了新城镇 男主先是犒劳犒劳史莱姆 接着来到了当地的冒险者工会 只是前台说是 男主训兽师这个职业要注册成为冒险者 有一定的难度 但看了男主身份卡后面有着侦察能力 就直接让男主通过了 一般来说侦察者在队伍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厉害一点的能直接大幅降低成员死亡率 可以说是非常的抢手 很快一只小队找来了男主 分别是罗迪斯、提娜和丽莎 一开始罗迪斯还嫌弃男主训兽师的职业是战无渣 两妹子还调侃罗迪斯名声也没好到哪里去 据说之前和他组队的成员都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 总之他们先接了一个调查地龙位置的任务 老样子男主让普莱德郎带着史莱姆在前方探索 很快就发现了前方两公里处有几只魔物 其他人还不相信呢 他们不认为男主可以侦察这么远 反正实际情况就是他们被打脸了 晚上呢几人选了一个远离道路的地方扎阴 这样能有效防御盗贼 几人轮流守夜 这边呢男主睡得正香 史莱姆给男主发来消息 说是首夜的罗迪斯和两妹子都不见了 男主人没吓傻 而是冷静给史莱姆下指令 这边呢两妹子是因为发现罗迪斯不对劲才追了出来 男主让史莱姆们悄悄跟上 发现罗迪斯来到一处帐篷 他赫然跟里面的男人说到 货都给你准备好了 他俩就跟在后面 显然这就是罗迪斯名声不好的原因 和他组队的同伴会消失都是被他们抓走了 男人让手下赶紧行动起来 说是月亮开始混沌起来了 蓝色月亮降临之时将会有灾祸发生 外边两妹子还想先撤退 一个不小心触发了陷阱 男主临危不乱让史莱姆赶紧聚集起来 把附近的陷阱都踩一踩 这才为妹子们争取到了逃跑时间 接着男主让史莱姆把盗贼们包围起来 然后男主选了个威力看起来不大的终极动结魔法 瞬间就把整个帐篷冻住了 两妹子人都看傻了 而现在这个地方属实是有点危险 男主抓了肩上的史莱姆直接奋力往上扔 史莱姆发现到了一个隐蔽性不错的据点 晚上两妹子都睡着了 男主很实在意盗贼头目说的蓝色月亮 根据工会长阿基斯的调查 魔物是被叫救赎之长月的组织投放的 男主现在想搞清楚灾祸到底是个啥 第二天几人继续调查地龙 找了很久都没发现 两妹子坚信男主这强度找到也是迟早的事 见两妹子把自己夸得天下无双失了 让男主回想起来当初成为冒险者时参加的注册考试 检测魔力这一环 男主直接就把检测水晶弄坏了 显然是男主魔力高的吓死人 魔法测试时考官惊人的发现 男主竟然不用涌畅 自古以来不涌畅都是高级速式 一般来说威力会减弱不少 男主以为考官说的是自己威力太弱了 就直接涌畅来了一发小火球 考官人都看傻了 表示男主实在是强过头了 这边男主小队继续探索 就在这时天空突然变暗 根据传说月亮变得苍蓝之时 怪物般的巨龙将会降雷 果不其然巨龙出现了 两妹子表示旁边的风之谷是安全地带 强大的风导致魔物们不喜欢聚集在那 但以防万一 男主还是先让普莱德郎带着史莱姆前去侦查 原以为史莱姆们清理完魔物就安全了 随之地龙就埋伏在地底 两妹子觉得就算强大如男主也无法打败地龙 我只能说是你们格局小了 男主先来了几发小型魔法试探了一下 发现都不管用 男主只能边打边退 直接把地龙引到了一墙风处 紧接着一发超强的末日夜火 直接把地龙烧得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 现在男主带着盗贼和龙骨回到了冒险者工会 悬赏家委托让几人净赚了1400万一世界钱 这是当地的工会长吉利亚找来的男主 因为听说男主是唯一在风之谷见到蓝龙的人 男主的情报至关重要 男主画出了蓝龙的模样 根据祭司的说法 传说从黑暗的天空中出现的蓝龙会迅速成长 只要三天就能毁灭一块大陆 而传说里有个能匹敌神明的死者出现 干掉了蓝龙 但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了 工会长说是记得30年前 王都似乎办了一场召唤神灵的仪式 据说效果要在30年后才会出现 也就是他们这个时间点的一周前 只是一周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听着这番话男主若有所思 这时天空又变暗了 根据史莱姆的情报天空会周变全是因为蓝龙又变大了 现在必须尽快聚集所有兵力和蓝龙干起来 很快的工会长吉利亚就组织了讨伐队伍 夜晚祭司修泰尔找来了男主 他给了男主一把看起来相当牛逼的短见 说是如果是男主的话一定知道如何使用 现在蓝龙变得越来越大 男主也决定行动起来了 好了以上就是转身险者一至三级的内容 或许剧情我会尽快给大家更新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 有什么意见或看法欢迎留言在下方讨论 别忘了关注我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我是阿兰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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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